穿著綠色外套的女子 在超商裡對著園警大聲咆哮 甚至飆罵三字巾 面對女子一次挑釁 園警忍無可忍將她雙手反靠 壓制在地 被園警暗倒在地上 女子一改囂張態度改口求饒 整個過程讓超商裡的客人 全看傻眼 原來凌晨高雄警方接獲報案 說這名女子在三明區 一間超商大聲喧嘩 迎向其他客人 沒想到女子一看到警察上門盤查 講沒兩句話就開始飆罵園警 該名女子不聽自止 還是持續的辱罵我們同仁 同仁在忍無可忍之下 為了捍衛司法尊嚴 所以以強制力把她帶回 女子被警方壓上警車時 還在口出諱言 讓園警超傻眼 但女子被園警盤查 不斷飆罵髒話 成了口舌之快 卻被警方以妨礙公務送辦 實在得不償失 記者王家姓陳昭虎 高雄